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三种是我们刚刚其实只有稍微谈的是社会救济 这些很穷困的人一定要靠社会有利的人士去提供他们一些援助 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 或者是说一些观法孤独的人有所照应 那麻烦你现在翻到第62页 我想课本从62页一直到64页 它在讲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 那不管我们刚刚讲的是商人组织是血缘组织 它都是在平时在运作的 跟后一面各位看 我们现在看课本第二个部分 武装自保是因为战争发生的 那地方也不再像平常这么平静 那因此你一定要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你一定要先确保你自己的人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你的财产是不会被掠夺的 那顺着我们刚刚做表格的方式 中古的士族是物保 这个字念物 物保 那其实中古我们还是课本把它当成背景来看 但我看我们课本这个背景也花了快两页的片子 那因此我想我们不谈它还是不行的 那至于近世这种宝箱卫土 然后防止因为战争 因为战乱的关系 就过去没关系啦 因为战乱的关系 所以有相拥跟团练 那他们这些不管是一个组织 或者一个有形的防御公式 它一定是当时社会有头有脸的人 来找到宝箱卫土 因此中古是士族 近代是士生 好那我们看物保是士族的堡垒 请看到课本62页的地方 这一段我采取的策略是我 大概没有太多要补充的 所以你课本看得懂就可以了 好你把第一行画下来 在那个紫色标题的底下 物保是民间性防卫性的建议 好这边有一个点你要先注意到 中国南方没有物保 北方才有物保 所以你把北方那个字圈起来 它跟整个地形上的条件 以及战乱在中国比较常发生在北边 是有关系的 好那这种物保 其实最早大概在汉代就有了 那我们知道从西汉末年 特别是王莽的时代 那因为整个政治的改朝汉代 还有王莽的政治改革 所造成的一些混乱 因此当时有人为了自保 就有这一些所谓物保的发展 那这物保其实它不是一个正式的称呼 你也可以叫它叫物 叫它叫宝 或者反过来叫它叫宝物 这样都可以 那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因应实际的需要 而不是法律上就指定它叫什么东西 可是这种本来在王莽时代 在昙花一现的这些物保 反而在东汉末年 得到大发展 那东汉末年就我们现在事后看 它是一个中国历史上 最长期动乱的开关 四百年嘛 未经南北朝 那至少前面的两百多年 是极其混乱的 所以根本这边的豪强大族 你直接写一下 豪强大族就是士族啦 三国的时候可能他们都还就地 那只是逃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可是我们知道后来到了那个 五湖乱华之后 其实北方已经陷入到一个 无政府极其混乱的状态 那有些人根本就放弃 他在北方的根据地南下了 有一些士族南下了 那还是有人选择留在北方 好 不管在东汉末年 到魏晋南北朝 这个动漫的阶段 只要他还留在北方的 他就必须设法活下去 活下去的基本条件是 你先武装自己 先把自己防卫起来 好 那一直我们看 这个课文这边的叙述 那凭借他们的优势 兼聘土地 招来族人布曲 来布曲把他圈起来 课文没有解释这个词 你会看不懂 那布曲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依附在士族底下的人口 他不像政府缴税 他不是编户 所以布曲跟编户 刚好是相反的概念 编户是政府控制得到的人 他缴税服劳役 那布曲就是 政府控制不到的人 那政府控制不到 不代表他自由 那这时候因为 政府实时上保护不了他 所以他究竟投靠了士族 也只是士族 在保障他的安全 那他所有的权利物关系 也都跟士族 而不是跟政府 这个是布曲 那他们新建物宝 那物宝其实就是一个防御的公式 我讲英文如果我们要翻译这个物宝 可能会用castle这个字 那欧洲我们知道有很多的castle 那欧洲式的中古的castle 跟中国中古的castle 如果你要看他的不同的话是 这个中国式的会物宝比较大一点 里面是可以种田的 那欧洲中古的城堡 他其实种田是在防御的 这一圈的外面 就是有紧急他才逃到castle里面 平常他是在外面耕种 可是就中国 从汉末未经南北朝 大为流行的这些物宝 他其实是一个围起来的范围比较大 然后在里面是可以从事农业 所以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基本条件 包含什么东西呢 这个庄园其实就是指物宝的里面 或者庄园就可以代换成物宝 然后它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 你把它画下来 一个是有水源地在62页最底下 一个是可耕地 要不然你说你守在里面你很安全 只有你饿死 这样没办法 所以你在里面一定要满足你自己 三餐还有基本生活的需要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物宝的特征 地势险要之处 满足生活基本的需要 有水有食物 可以自己自足等等 这是它的基本特征 所以在魏晋南北朝 这些东西在北方简直盛极一时 那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各位知道那个文姬齐武那一位 你们不知道文姬齐武 祖替 祖替不是东进有北伐吗 它北伐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些物宝还有里面的士族 在响应它的 因为他们在北方等于就把自己武装起来 北方这些胡人的政权 可能跟这些物宝有连接 有可能是站在队里面 可是主替因为代表是进了政权的北伐 那有时候这些物宝的这些士族 有点像是迎接这些 要光复北方故土的人 所以主替并不是一路往北打 然后是靠自己 有时候是靠着这些物宝里面的 汉人的士族的接应以及相应 这题型各位参考 那后一遍就是一个采商物宝图 那这个就是在 吴不让哈过后的十六国时期 那各位是不是看到一个 castle的基本特征 有没有看到 这是各位小朋友时代会画的那个吗 castle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因此它是具有防御性的 在最外面的一层 可是我刚刚有讲 它围的范围是比较大一点的 其实我们课本六十二页的这段描述 当然它是课文 可是这段课文是跟着一个大学者的论文 是陈颖雀他的讲法 也就是说这个北方的战乱 能走的都走 那不能走的他就必须要武装自己 所以囤聚宝物聚显自首 是他的基本概念 那可以囤聚宝物久之岁月的 必为山顶平原 然后有水源之处 这不是课本最后一行所提的吗 所以你知道我们课本已经算是一个 在制的文字 它本来是根据大学者陈颖雀的描述 那西晋末年这些东西在北方大流行起来 我觉得陈颖雀在这个地方 它最重要的考证 你把它写在课本六十二页的左边 你们有读过《桃花源记》这篇吗 来 桃渊明的《桃花源记》 在描述的就是一个物宝 当然它这篇文章因为是文学性的 它有改造它的地点在南方 可是它故事的这个内容 这个物宝的原型一定是在北方 那当我们读《桃花源记》是世外桃源的意思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跟外界是无关的 那我在里面可以过着一个与世不争 自在的日子 可是它在历史上是有所本的 陈颖雀的学问之大 大到就是把这篇文学性的文字 考证出它的历史背景的面向 那当然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再把它详细再讲 但你如果说对这个考证有兴趣的 我是可以把文章就是印给你 那这个就提供各位参考 《桃花源记》 那再我们看到的是 当然魏西南北朝这个大动乱终究过去了 再来进入到隋唐盛世 那接着就是我们谈的近世这个阶段 那近世一样有这种因为战乱 所以必须要保乡未途的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把课本在63页的那个 相拥跟团练紫色标题给它标起来 这两个词有点麻烦 这两个词看起来很像 可是课本又给你两个词 于是在上课之前 我就帮各位把这两个词的意思查清楚了 你自己标记一下 这些应该是课本的文字 所谓的团练是在近世 简单讲宋元明清都有团练 甚至唐代也有团练 唐代可以算是近世的最开端吗 团练比较像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就聚集起来练习 你们现在是不是社团 也用团练这个词了 社团团练吗 其实概念上还是团练 只不过你们的团是社团 那他们的团比较像是一群军人 可是他们还是聚在一起琢磨 他们是琢磨战绩 你们的话团练可能是琢磨武器吧 我猜 那因此他是正规军以外 在地方上挑选撞兵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正规军不够用 那一个战乱如果稍微久一点 或者这个战乱本身造成地方上 比较大的损害 那你这时候就把地方人 有点当做是补充正规军之不足 那把这些敌人击退 也有点像是宝箱未徒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家嘛 那我把敌人赶走 我自己的家就不会被摧残被揉病嘛 概念上团练是这样子 那相拥其实还是团练 相拥指的是团练的人 各位知道相拥这个词 比较像是一个身份嘛 所以相拥就是去团练的人 团练就是相拥在做的事情 可是我去查又发现 相拥这个词只有琴代才用 所以他有点麻烦的就是这些词 好像在厘清他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时代上的差异 以及他们之间可能有互换 但是又不完全互换的关系 那简单讲 清代的团练就可以也叫做相拥 这样可以 那临时招募 保护地方的武装部队 这不是前面的解释吗 随军战手各自成营 所以相拥如果被编成一个军事单位 就叫永营 那这两个词我们先做一个定义 好 再来课本在六四页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课本把这个相拥跟团练 写得好像是国家的敌人 我觉得这样写是有问题的 发到六四页 好 在六四页的紫色标题的第二段的地方 我标记红色曲线代表我对课本的叙述 有一点觉得不是那么妥当 他说相拥跟团练的出现代表政府统治力量遭到削弱 我觉得不一定 那我们当然知道他的原始目的是补充正规军的不足吗 那如果说顺利平乱了 那这一些临时招募的相拥或者团练 还有回到他农耕的状态 是不是其实不会有后遗症 所以通常战争如果断 通常这种宝箱畏土的团链跟相拥 时间不是很长 他不至于构成对统治力量的削弱 他反而可以增强统治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一个朝代总是养着一大批的正规军 是不是反而长期来讲是负担 宋代不就是这样子一堆种兵吗 所以以政府角度来讲 他比较好的做法反而是平常不要养那么多军人 那等到军人不够再拿民间的农民适度的编组跟训练 然后作为相友或者团练 是不是其实是比较经济而且可行的做法 所以这句话可能成立 但他没有一定成立 再来他们动员人力物力自行筹措金费 因为往往是这些地方的士大夫士绅 就地方有号召力的这些人在做 他说象征地方势力崛起 加速政权崩结 我想客们这句话他讲的也有问题 他讲的其实是湘淮军 你把它注记在旁边的地方 真正加速清帝国崩结 政权崩结的是湘军跟淮军 那的确我们客们提到湘军跟淮军 湘军跟淮军是从团练而来 是相拥而来 简单讲当初在洪秀权太平天国 起来要反对清帝国的时候 那清帝国当时就是绿营不太能够去对付他嘛 于是就叫地方编组团练 他编组出一堆的湘泳 那后来是因为太平天国一直没有平地嘛 所以这个湘泳不只没有一段时间之后解散 反而扩边 来请注意到湘淮军就是扩边之后的团练 扩边之后的湘泳 他不扩边其实他就是一个临时的组织而已 但是他扩边之后他可以收自己的税 他可以在地方上是一个稳定的存在 最后甚至取代了正规军的地位 所以你不能说他是团练的本身 他是团练的变形 他是相拥的变形 因此请看到这一张 我帮各位整理 清帝国的军队经历了三次的变化 从他在长城以北的时候是巴奇 巴奇是满人结合关外的蒙古人跟汉人的力量 他本来比较像是我们讲到游牧的那一种部族兵制 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合一的那种组织 我们谈过 那可是入关之后他们变成特权阶层 统治阶层 所以腐朽得非常快 最后来清帝国就编组汉人组成绿营 因为他拿的是绿色旗子 那各位知道巴奇就是有不同的颜色 在相不同的变 所以根据他的举的那个旗子的颜色 这是汉人的军队 可是在我们现在讲的太平天国之乱 19世纪中这段时间绿营也腐朽了 长期没有战争 或者是说一段时间之后 军事制度没有一个适度的革新 他就慢慢的腐朽了 以至于清政府就把脑筋动到地方上 这些的非正规的军队 可是我们刚刚有讲 真正的问题是因为太平天国打太久了 15年嘛 所以最后这些团练反而转成正规军 所以襄淮军是团练的扩大 而最后他们直接取代了绿营 这才是问题 才是清帝国政权崩解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克本这个地方的英国关系 有一点连得太快 你回头再看这句话 就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了 所以襄淮军是地方势力崛起 造成政权崩解 但不是他的浅身团练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最后一个点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平时 平时有一些民间互助的社会组织 那战时的话中国是物保 然后到了近世有团练或者相拥 那第三小节是比较特别的 这些是政府话外的 也就是它是边缘的地位 它是非法的组织 它是地下的社团 所以这就是Secret Society的概念 地社秘密结社 那秘密结社在中国又叫会党 那一样我帮各位把这些词查一下时间 基本上它主要是在讲清代 那为什么会讲清代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 好来一样课本六十五页 好会党的组成 我们在课本的六十五页 何谓会党的第二段自己看一下 重要地方你把它画下来 它最主要是因为有一些人离开他的故乡 我们知道离开故乡就是离开地缘跟血缘的链接 他跟他的家族脱离了 然后他跟他的原来的故乡脱离了 大多是父母的民众 因为他谋生嘛 他只好到异地去求生 到一个新开墾的地方去求生 出外谋生的人 所以这些人往往他在新的地方 他就成为一个个别的孤单的自己的存在 那就是我们讲的像台湾历史上的罗汉教 那所以他们很流行异性结拜 然后有泥血人的关系 也就是说一个人孤零零的 在一个很残酷的生活环境的竞争当中 他很难活下去 所以他会加入社团吗 我们是不是在上学期一开学 有跟你们讲过 你们刚进北一的时候 是不是也加入了班级加入的社团 因此跟其他同学产生而连结 那他们其实情况是差不多的 那因此他们会特别的崇拜 关公是有原因 因为关公就代表某种异性崇拜的形象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邦规内规 因为人群的组成 泥血缘的组织 然后因为政府又经常是会去查气他们 所以他们见面的时候又神神秘秘的 其实政府不查气 或许他们就不会这么神秘了 好来我们来看他的背景 这样地图是给各位参考 实际上我们在段考后讲移民 有两张会讲移民 这一张也会再出现 明清时代是中国整个人口大爆发的时代 明朝在刚建立的时候 大概一亿五千万人 到了清代乾隆 或者道光家庆 家庆道光 大概人口已经超过四亿 那我们看到因此人群的移动 就有往很多的方向 那这张其实是从参考书节的图 那数字越小的代表越早 一就是最早 那数字越后面就代表越晚 各位我们看到什么移民南洋 跟移民美国 那这些箭头你不要小看它 它其实就代表某种 人群的重新的组合 那在这种大家都不认识的状态 大家组成社团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秘密社会 就是它的一个出现条件 所以为什么会在 特别是清代盛行 它的原因在这边 那课本一样在六十五页 清中页以后 把时间标记一下 人口大增 耕地有限 人们在不熟悉的环境 彼此加入会党就是撞生士 那因此它是随着人口的流动 所以为什么给各位看一张 刚刚那个移民的图是在这边 所以像台湾史 在整个移肯社会的时代 或者时间在明清时代 在整个游往南洋的移民 譬如说移到菲律宾 移到今天马来西亚跟印尼这些地方 其实都有这些会党的声音 那这些会党到底是指谁呢 第一个是天地会 很主要是指天地会 天地会写在课本的 六十五到六十六页的地方 你自己更没法画下来 它起源不明 它是不是真的反清复明 其实这个在学者在讲 也是有不同的讲法 那可是他们跟整个移民社会当中的 异性结拜跟邂逗团体是有关的 那我们台湾史有提到 像林爽文之乱就是天地会 那林爽文本来就是地方上的有力分子嘛 然后平常就是大家加入天地会 那后来是因为官方怕这些天地会的组织 有太多人加入 会不会有朝一日造反呢 就加紧查气 没有想到官方加紧查气的时候 林爽文本来就提早就造反了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他们一开始 就要反清复明 还是被逼及了 因此出来反抗政府 这个解释上也是有不同的 然后旅居海外的华人也有鴻门 来 鴻门就是天地会 所以这些称呼就是 反正秘密组织 他们就不会有一个很固定的称呼 有时候会换称呼 躲避查气 或者其他的墓地 所以叫制宫堂 叫鴻门 或者叫天地会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说它是同一个组织 那所以海外就随着移民到南洋 或者说到美国的西部 或者说在夏威夷这个地方 潭相山 也其实都有这些天地会 或者鴻门的组织 然后课本在后面这一页就提到 孙中山加入鴻门制宫堂 可是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解释是 孙中山就是加入了天地会 或者加入了鴻门 或者加入了制宫堂 而不见得是鴻门的底下有一个制宫堂 那主编这一位就是制宫堂的大牢 所以其实我们都说孙中山在革命的时候 联络这些会党 所谓的会党其实就是指这些 海外华人这些移民社会组成 那他们也不一定跟我们想象的地下社会 黑社会完全是一致的形象 都会看这些看起来比较像是一群在做生意的人 所以这些其实是会党的其中一种形象 那课本有图我们就把它抓来用 再来另外一个也是在清代形成的秘密社会 秘密结社叫清邦 那清邦跟刚刚的天地会就不太一样 你在课本的清邦的66页的图 自己把它画一下清邦起于水手的互助团体 那清代的水手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曹运的关系 我们知道有一条大运河 大运河又连长江 那当时会把南方的这些粮食跟资源 往北方运 各位知道首都是在北京吗 以清代来讲 所以本来这些水手是重要的 也就是它是维持整个帝国的命脉 还在吃东西帝国的命脉 因此 好 我们看到的是早期是运河转运的工作 可是清末我们都知道在自强运动之后 清帝国引进这些西方的轮船 所以轮船的海运 或者说轮船也在长江运行的时候 它就取代了这些原来曹运的水手 简单讲时代转换之下 这一群人就从重要被边缘化 所以后来他们就集中在上海 其实上海也是在运河附近的一个地方 那透过租界的保护 租界是跟不平等条约有关的 因此后来在这个地方 他们跟清末的革命党 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国民党 渊源颇深 所以某个角度他们是黑道 可是国民党又用这些黑道 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此这边有提到的几个人 特别是杜月笙 一段时间在上海是呼风唤雨的 那国民党也善用杜月笙 在上海的影响力 所以这已经是我们这个部分 最后一张扣音片了 这张以前会有人以为是南京大屠杀的图 这样不是 这张是1927年 国民革命军北方打到上海的时候 因为当时国民党里面有两派竞争 但蒋中正为了要确保他的权力 为了夺权 因此在上海借由清邦杀共产党人 这是其中的一张画面 其实是蛮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其实就是这些黑社会 清邦是跟国民党有关 那刚刚的那个天地会是跟孙中山的革命是有关系 其实他们都很善用这些秘密社会的资源 还有他的社会网络 好 那我们在这一节整个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再来就剪刀考卷吧 大家请把考卷拿出来 拜拜 拜拜 我们敏 insbesondere 我们先看看 政治 mundial 我们最宫都因此 这个作词 说明